继续我们来讲解还没有完成的这个部分 后面我们就要加原因了 为什么?因为他们长时间看电子记录 人花时间做什么事 几乎都可以用spend 我们很多同学大概都翻译 碰到这个地方就不会用spend 这个很可惜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利用spend讲原因的 because因为他们spend spend多少长时间 花了很长的时间spend a long time 在做什么事情有两项 第一个用是用in加ing 第二个是用on加名词 这个同学在人法上应该都学得很清楚了 那么考试常常会考的就是spend配合ing的写法 好吧 其实配合ing主要是因为前面有一个硬审列调了 来吧 花很多时间在干嘛 在看电视 watching 听你这个是ing的写法 那么第二个呢 用手机就用use就可以了 打电脑也是一样 用电脑用use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using 手机 cellphone 或者是allcomputer ok 因为两边都是用using 这也是using 用一个就可以了 in watching tv using cell phone orcomputer 那这里呢 and要接起来 因为这个ing跟这个ing要连接是连接 那这两个名词因为共用一个using 所以我们用一个using就可以了 好另外我们再补充 如果我用on呢 对 老师就补在后面 如果你是用on 那就会用time on 那就名词了 tv 第二个 用什么self 反正后面就是接名词了 或者是第三个 好 那是按错了 第三个我们再来 allcomputer 好了 这个是如果我们用on 会出现出来的一个写法 就是这样子 继续我们来看这个内容 一旦失去了宝贵的事例 这个地方要小心 因为一旦是连接词 可是没有主词 没有主词 一定是跟后面主词相同 我们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没有主词 要补上主词 一旦谁失去 一旦谁失去 我们失去 用完整的句子 来 给它完成吧 一旦 因为我们是用once 好 n o n c e once we 小心 小心了 我们 失去 当然可以用once we news 可以用失去 但是 如果要写漂亮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棒的片译 就是 be deprived of 看这边老师应该有补充 没有没有补充 老师就写出来的 we are deprived of 这个片语非常好 就是被剥夺 被夺走了 once 就是一旦 我们被夺走了 什么 我们的视力 our eyesight 所以呢 视力被夺走了 我们就无法 怎样 也无法 看内容 无法 也无法 两个都没办法 那么 因人 就可以用 never no 既不能 也不能 活在黑暗中 我们就是live in darkness 这个黑暗并没有指 什么的黑暗 如果讲说 黎明前的黑暗 那就要有限定 那就加一个in the darkness 那这个就没有 没有就ok 直接写 不要加定贯词的 来 我们就给它完成吧 我们 不能享受 we can neither 享受什么东西啊 享受 大自然 人生的美 跟大自然的美 好 第一个是生活的乐趣 the pleasure of life no 你看 第一个是 neither 既不能 享受 哦 老师 露打了 享受 这个字 英文 英文 我们用 enjoy we can neither enjoy enjoy the pleasure of life more 也不能怎样 欣赏 也不能够欣赏到 欣赏是要 appreciate app appreciate 美妙的风景 美妙的风景 英文就是用山水的风景 大自然的风景就是landscape 什麽 什麽 风景 什麽景色 of nature 大自然的景色 用neither no 好 那么 neither 后面 加的是动词 no 后面 也要加动词 因为这个是在动词的对称 两个句子 所以有两个动词 好啦 我们 将 生活在 什麽的 情况中 那么 这个句子 前后句 应该都差不多了 句子也够长了 我们另外起一个句子吧 and 我们将 怎样 we will live in darkness 另外有一个 加上一个形容词的写法 就是 in total darkness 全 南的黑暗 全部都黑暗 完全看不到total total就是全部 in total darkness 我们就将生活在全南的黑暗之中 那就很悲惨了 所以我们体谅到盲人的辛苦 那么盲人 这个 要 我们 有机会 就要帮助他们 有能力 也可以支援他们 最后 劝告了 既然眼睛那么重要 我们何不好好爱惜 保护眼睛呢 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重点的 一个 语词 句型 既然 好我们就给它完成吧 既然眼睛那么的重要 now yet 对不对 好 或者是用since since 你要准备用法就 the i 如果你要用复数也可以 那我们这次写复数好了 since i is are so important 后面 马上提出建议的 why don't you 我们为何不怎样呢 why don't you 珍惜 保护 珍惜 是一个 保护又一个 所以 第一个先写珍惜 and protect 保护他们 珍惜他们 保护他们 怎样珍惜 怎样保护 后面就 接程度上的 s as will as possible 或者是 as will as we can 这是 问句 为何不这样子呢 那就是 希望我们这样子的意思 好啦 这一次 一篇 有关于眼睛 重要的一个写作模式 好 老师就讲解到这个地方 好 bon 好了 谢谢观看